作为祖龙,始皇帝开华夏大一桶之鲜河,攻在千秋万代,围绕他以上的话题多,留下的未解之谜也很多。 比如,秦始皇到底是怎么死的? 虽然正史中有明确记载,始皇帝是在第五次巡游中到了平原今后开始发病,然后死在了沙丘。 但后人根据当时诸多线索和英国逻辑进行推销,发现其中疑点重重。 有人说秦始皇其实是被毒死的,还有人说秦始皇是被刺杀的,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这一期,我们结合史料和学者们的分析对秦始皇的死亡之谜探究一二,看看哪一种更接近真相。 首先,我们从正史中的说法秦始皇是病死的说起。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记中的记载,魏辽曾说过,秦王为人,风准,长木,至鸟鹰,柴生,少恩而虎狼心。 外表暂且不提,单讲这个柴生就很耐人寻味。 意思是,秦始皇的声音很尖锐,好似柴狼的乌烟之声。 始皇帝又不是阴人,何以声音尖锐呢? 故而就医学专家推测,始皇帝极有可能患有哮喘,所谓柴生是由于气短。 嬴政幼年时随赵姬生活在赵国,东躲西藏,饥寒交迫,眉少遭罪,故而极有可能落下了哮喘的病根。 另一个佐证是,荆轲在刺杀他的时候,两人绕装而跑,适宜下午居,用药带砸向荆轲。 荆轲抬手一挡,弄得灰头土脸,让嬴政抓住了机会,已经批断了荆轲的左腿,这才扭转了局势。 要知道,世仪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臣,上朝的时候他也是没资格上殿的,守在殿外伺候即可。 即使有人突发疾病,也完全可以临时传太医,而下午居时刻地守在秦王的身边,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最大的可能就是,秦始皇一定患有某种虽不致命,但会时常发作的疾病,需要世仪时刻地守在身边。 这些特征都和哮喘十分相似,使皇帝很有可能患有这一顽疾。 哮喘对于青壮年来说并不致命,只是增加痛苦,但到了老年就不好说了。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二十多万人死于哮喘,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老年人。 秦始皇最后一次寻游,时间最长,路程最远,再加上时之剩下,酷热难耐。 他又是个工作狂,疲惫劳顿下,极有可能触发哮喘毕命。 还有一种观点是,秦始皇幼年营养不良,造成了鸡胸,也就是所谓的治鸟婴,并伴有严重的肢结管炎。 再有一说就是,秦始皇早年患有结膜性脑膜炎,容易引发癫痫,寻游途中,他由于劳累过度发病,头重重地撞在了车内,用来消暑的青铜兵剑上,导致脑部受伤,虽经予以全力抢救,但中医伤势过重实施。 以上这些说法虽各有道理,但逻辑上并不完美,首先,还是从荆轲次秦王说起。 大殿之上,嬴政和武功高手荆轲周旋,绕梁三军后将其反杀,纵然有下无拘的助攻,但也说明嬴政的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 单凭让事宜时刻地陪伴着自己,并不能说明始皇帝旧哮喘,也有可能是因为比较注重养生。 至于未了所说的柴生,更大的可能是他主观上对嬴政的抵出心理。 另外,秦以法家治国,一关记录极其详尽客观,但在秦始皇逝世前,一关没有任何关于皇帝身体不适的预警提示。 如果真有皇帝抱恙的预警提示,后来赵高独揽大权,也没必要删除这段记录。 只是在史记中司马迁提到,秦始皇发病后,记会别人说死字,然后病情愈发严重,没过两三天就去世了。 试想,什么样的疾病从发病到死亡如此之快,难道是恶性病毒? 可如果是恶性病毒的话,赵高,李斯,胡亥,为啥没事? 实际上,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前身体是没任何毛病的,不然他就会取消这次巡游。 亦或者提前做些准备,比如把扶苏调回,跟随着自己。 一切都说明,始皇帝对自己的身体是很有把握的,他也确实很健康。 而且退一万步讲,秦始皇在凭元金发病了,还有清醒的意识,那么中间间隔的这两三天,他肯定会召集所有的重磅人物交代后事,而绝不会一切都交由赵高来处理。 虽然秦始皇很信任赵高,但别忘了,他是真正的法家人物,法家都是理性至上主义者,最讲究逻辑上的完善和程序上的可靠,根本不可能把帝国传承这么大的事,单线通告地交代给赵高,怕是之前六国那些婚军都不会这么干。 拒绝谈死归拒绝谈死,但该怎么做,嬴政不可能含糊。 所以,从逻辑上推销,太史公记录的始皇帝之死疑点重重,不见得就是真相。 秦始皇很有可能是非正常死亡,我们再说他被毒死一说。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吃了很多丹药,那些重金属会其大的损害肝肾功能,而且他又是个工作狂,每天超负荷的工作,更加快了慢性病的进程。 医学学者施齐佳认为,秦始皇去世的前几年很有可能患有糖尿病和前列腺炎以及慢性拱重头造成的肝肾疾病。 司马迁也说秦始皇,据曰一出人下,得治一轻失人。 意思是,在他不得治的时候,非常平易近人,一旦得治,便很暴虐,容易发火。 姑且不说这里有没有抹黑的成分,单讲容易发火,就说明他的肝不好。 但问题是拱众多也好,慢性病也罢,不可能在之前身体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两三天之内就让人猝死。 除非是有吞服了过量的丹药。 但问题是,粉术坑儒发生在第五次熏油之前,坑儒是假,杀那些炼丹的方式是真。 说明第五次熏油中的秦始皇已经不信任方式了,更不可能吞服丹药。 所以,中毒和慢性病这些都大概率是真的,但让其猝死的原因不见的就是这个。 当然,还有一种中毒的情况,那就是赵高和胡亥毒杀了秦始皇。 但这个基本上也不太可能,因为秦始皇的饮食管理,那是有严格的程序把控的,一环套一环。 虽然赵高是阴沉,但想在饮食方面上做文章毒杀皇帝,怕是难于上青天。 我们再说最后一种,就是被刺杀。 正因为秦始皇的死亡扑朔迷离,很多逻辑难以形成闭环,古尔有学者认为他很可能是死于谋杀。 这种说法是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先生提出的。 他在自己的小说《秦始皇之死》中描述了祖隆死亡的全过程。 郭沫若先生早年学医,根据史料分析,他认为秦始皇患有软骨病、癫痫和脑膜炎。 但这些疾病不足以让人在短时间内猝死,故而被刺杀的可能性更大。 秦始皇在平原金发病是真,胡亥和赵高和谋趁着始皇帝脑病发作昏迷不醒之时,用铁钉插入他的耳道。 第二天,已经死透了的秦始皇幼儿道里还在往外流着血。 因为古人不允许解剖尸体,所以秦始皇真正的死因也就被瞒天过海地掩盖了过去。 但这个说法也禁不住推敲。 郭默若先生这么写,一定是有一些资料作作证的,但这有谋杀桥段和明清公案小说里的情节非常像。 要知道,秦以法家治国,是以战场上的人头来算军功的。 所以秦国对于各种刀伤、中毒、窒息乃至尸体的检验都极为严格,并对解剖学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研究。 这是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后世王朝有很大不同的。 所以,如果秦始皇是被刺杀的,想靠扎进耳道来瞒天过海根本不可能。 不过,无论哪种说法都只是猜测,秦始皇到底死于什么原因,恐怕只有历史才知晓。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于秦始皇的死因,大家觉得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文明交流。